撕完了2021年的日历 2022年终于来了 这一年为了贯彻房住不炒 政府祭出了史上最严调控 楼市掀起阵阵巨浪 房企风雨飘摇 够房者心惊肉跳 这一年楼市调控次数高达651次 平均每天约有两次调控 刷新历史记录 这一年有396家房企宣布破产 打而不倒的百强房企 爆雷不得 上百万买了七房的家庭惶恐度日 回望2021年的楼市 降温是基调 分化成为主色调 有的城市万人摇号 有的城市无奈颁布 现跌令 有的区域跌跌不休 有的区域逆势上扬 观察每一轮楼市的周期 调控松动 首先从三四线小城开始 但最终市场回暖上升 却是从一线开始 因此 四大一线城市的楼市动向 与市场表现 堪称我国楼市的风向标 2022年 哪个一线城市最先复活呢 楼市又将往何处走 破市万套 历史第二高 说好的大家一起躺平 可广州却加足了马力 年末全力冲刺了一把 新房成交量达到了10.9万套 仅次于2016年的12.8万套 增值税二改五 二手指导价两把大刀砍下 原以为广州的二手房市场 已经被打趴下了 没想到 居然也卖出了11.7万套 比新房卖的还猛 虽然这个数据 比去年少了1.4万套左右 但也足够亮眼了 毕竟今年广州的二手房市场 真的太难了 从成交数量这个维度看 广州楼市确实有回暖的迹象 原以为已经躺平了的广州楼市 成交量居然出乎意料坚挺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上半年市场非常火热 成交量居高不下 1月份的成交高峰 是2020年的余温 而春节期间 政府倡导原地过年 受楼步步打烊 进一步助推了成交量的增加 同时黄埔 南沙打开的人才购房政策 口子还未收紧 市场热情依旧高涨 其次是开发商一价换两 三条红线重压 现价撤走 开发商为了将房子卖出去 快速回笼资金 起招贫出 除了常规的打折促销 还涌现了各种供底房 一口特价房 送车 送车位 送物业费 首付分器 或者精装改毛批等 开发商让利促销下 还是撬动了一大批的钢需客 成交量开始逐渐回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广州成交量创新高的同时 价格却是往下走的 同时 源源不断流入的人口 和巨大的潜在购房群体 也是今年广州成交量 坚挺的重要原因 最后 相比于北上深 广州的信贷端是比较松的 按揭放松 个别银行下调了房贷利率 接力贷重出江湖等 信贷端家现迁的放松 进一步刺激了年末的成交量 新房和二手房起起回升 广州强势 撬尾的趋势 会成为最先复活的一线城市吗